第211章战起 冬夜朔气传金拓 冷月寒光照铁衣 新州城外屯兵的大营外 诸班兵士已经阵列于前 步兵居中 骑兵分裂两翼 弓箭兵则引于前列步兵之后 步兵之中有一小部分围重步兵 一手持盾牌一手执刀剑 乃是专射克制达达游牧擅射之兵 既可攻杀 也可防御对方弓箭 只不过更多的是轻步兵与轻骑军 负重少 行动快 易于调整 如果指挥得当 在这昏暗的夜色中 完全可以如一片雨夜 悄无声息完成一场剑血的拼杀突袭 城楼上 战鼓声剑撞 黑夜里点燃的火把与迎风的惊奇 一起飘飞舞动 三万兵式的脸 都被光影模糊成一般形貌 典将台上 旧日的血迹已然清洗干净 只在铁凤木系流流下学习干涸的斑驳 燕林那一张轮廓清晰且坚韧的脸 却因立在高处 而显得无比明亮 红日未出 它便是黑夜里的太阳 灼灼的火光燃烧在它瞳孔的深处 使得这两年来压抑的暴富 复仇的野望 都在这一刻随着滚肺的心生腾而上 化作一股连天席卷的气魄 让它拔剑出鞘 将三尺清风高举 一时间 四野尽是山呼海啸 踏燕门 为国土 灭达鲁 救公主 死生抛 莫相赴 新州屯兵本有十万之巨 只是落在萧氏之下 一则军务混乱 二则疏于练兵 真正能在短时间选出来上战场的人不到一半 只此冬日攻打达达又非兵家长胜之招 当以齐胜 以速胜 以险胜 达达虽为一国 可与大前相比不过三省之地 三万兵足够打的对方措手不及 灰头土脸 世子这般到有些英雄出少年的感觉了 高高的城楼上 吕显站在燃烧的火把一旁 感受着瓜面来的凛冽寒风 望着远处大军出击的场面 不由深深感慨了一句 然而接着又有些沉默 兴王百姓苦 这一战不知又要死多少人 谢威就在旁边不远处 城楼上这块平地上立了座剑靶 他苍青的道袍被烈烈的寒风吹起 冰冷的 浸透了凉意的手指却搭在长弓之上 拽了一支凋零剑 对准那剑靶的中心 直到 又怎样 吕显无言 他虽向来不是什么敏絮众生的圣人 可若眼见得苍生疾苦 人间罹难 也难免起几分欺欺之心 可谢居安 貌似谦和忍让 人善心长 真到了这种血染千里 冰灾战祸时 却隐约展现出一种惊人的冷酷 人命荡草芥 众生做棋子 然而不可否认 这种惊人的冷酷中 又有一种近乎一世独立的逐兆与洞彻 天本无道 人而主之 然是本雍长 民无其志 不破如何利 不亡如何生 这世间除却一个死字 本无道理可讲 若不知死 又怎知生 嗖得一声震响 凋零剑离弦而去 轰然撞上剑靶 力道之狠 竟将那木制的剑靶射裂 咔嚓一声 朝着后方倒下 冷肃的夜里 发出一声巨响 谢威没有表情的脸 平静若深流 我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 他们该谢我 吕显为之秉息 许久才慢慢吐出一口气来 倒是比前两日更为肯定 谢居安的心情 真的很坏 星号 越往北 天亮的越晚 卯正已末 达达边境营帐里还笼罩在一片昏暗的墨栏当中 安静极了 巡查的兵士正直交接 要么熬了一夜 要么才刚睡醒 大多有些困顿 正是警惕最低的时候 可也就在这时候 一声尖笑打破竞技 迪袭 迪袭 大前的军队打过来了 嫡袭 有些人甚至第一时间都没听清 浑然以为自己是在梦中 走了好几步才反应过来 目瞪口呆 骇然无比 所有营帐顿时人声鼎沸 睡梦之中的兵族匆匆披甲上阵 通传的哨兵则是快步跃上马背 奔向王庭 谁能想得到 这一场不同寻常的起习 既不在春暖花开的时节 也不在阳光普照的白日 偏偏是他们认为绝对不可能的冬日 绝对不可能的寒夜 攻击不备 已有被打无患 正所谓 兵者 鬼道也 达达王延达正当壮年 昨夜与几名侍窃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战 实则是才歇下不久 皱纹外头传来警讯 只觉头疼欲裂 宣传训兵入战问询后 一时暴跳如雷 一脚便将铺在羊皮绒毯上的几岸踹翻了去 好端端的大前怎会攻打进来 难道是走漏了风声 他满脸自虚 眉目虽颇为鹦鹉 却失之鹦鹉 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呢 左右伺候的婢女全都瑟瑟发抖 跪幅在地 这两年下来早已经清楚知道大王口中的那个女人 便是当年来达达和亲的那位公主 连忙颤声道 依大王吩咐 看管在帐内 这些天没有再让他出去过 严达胸膛起伏 提着刀便出了王帐 一路上立刻安排应对骑袭的事宜 脚下却不停 一直走到王亭东面尽头处一座三帐方圆的帐篷里 此时天色已经威名 帐内亮起了灯光 一道窈窕细瘦的身影投落在雪白的帐幕之上 神指一已经听见了外面喧嚣混乱的动静 起了身 严达粗暴的掀开帐帘进去时 他被对着外面 发际高高的挽起 露出一段修长白皙的脖梗 不知何时已然换下了达达那多彩的服饰 指着着自己当年的旧衣 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香窃 那里头装着帝国公主的免服 上好的蚕丝之旧的宫装 在不够明亮的光下 也流淌着异异的光彩 金银绣线飞鹤转缝 仍旧促心一般 冰冷而华美 严达静直拔了刀来架在他脖子上 狠力地咬牙问 是不是你 神指一侧转脸庞看向他 他眼角下那一道淡淡的疤 犹如一抹胭脂式的旧痕 烙印着他的出身与遭逢 也使他对这架在他脖子上的刀锋 毫无感觉 只是轻轻地弯起唇角 平静而森冷 杀了我 你们都得死 第212章 嚣张 战士一起 便如荒原上的野草 掠着一点火星 被风一吹便铺天盖地而去 呈现出燎原之势 冬日寒夜的战鼓 悍然若雷霆 经了达达备战之中的美梦 长枪利刃 刀剑将鲜血进入冰冷的洞土 在那惨淡淡的朝阳将光芒撒遍大地时 便灰映出一片又一片凛冽的烟枝色 清极兵行尽最为迅疾 弩兵隐藏在清步兵之中 为两亿所掩护 漫天剑雨早在达达的兵族靠近之前便一波飞去 涉落阵中无数战马骑兵 人从马上跌落 马又丝毫倒地 后来者或为其牵绊 避之不及 撞个正着 或者反应迅速 朝着两侧调整阵型 可也不免如乙群一般 被就此打散 原本整肃的阵型几乎立刻被从中间撕开了一道口子 燕林立在战车的高处瞭望 当机立断 命鼓手变化鼓点 改了行军令 骑兵从两翼出发 即刻包抄对方出击之阵营 举刀迟钝的重步兵则如一杆长枪从对方已然撕裂的薄弱处突入 弓弩手的剑不再漫天飞射 而是同时掩护向对方阵中突入的重步兵行进 此次攻打达达 所挑选的兵种大部分都是行进迅速的兵种 又兼之焰临下令果断 毫不犹豫 其变化促起不易 着实令达达一方始料未及 等对方将领意识到 已维持太晚 达达军阵的右翼一片四五千人 眼睁睁看着就在青骑兵的包抄与重步兵的突进之中 硬生生被切割出来 与大军主力脱离 而大前这一方的青步兵 早已经等着他们 喊沙之声顿起 区区四五千人落入重围 纵使用力挣扎 拼杀不休 又如何能抵挡大前这边人数和兵种的优势 且落入敌手的包围之中 本就有恐慌之处 猛烈的攻势袭来 更使得众人溃不成军 所有战争的胜局 都是从最初的一点小优势开始 抓住机会 滚雪求是的往下推进 一分一毫 一尺一丈 在已有被攻不被的情况下 年轻的将军竟展现出了惊人的沉稳与果决 半点不因本身就有的优势而有半分懈怠 甚至没有贪攻冒进 初次交锋折损四五千人 对于达达来说 已经是巨大的损失 其后阵型几番变换 也始终不能重创对手 倘若这时还要与大前做一时血勇之斗 无疑是打得上了头 不顾大局了 所以达达一方在发起一波迅猛的冲锋之后 便直接明金收兵 这令所有兵士退守几方编成堡垒 大前这方将领又不少都兴奋不已 几乎能看见军功就在眼前 想象起踏平达达之后又该如何加官进爵 当即利剑燕临趁胜追击 痛打落水狗 一股作气将达达的气焰铲灭 好叫他们知道知道大前还是那个大前 大前的铁蹄才是他们应当惧怕的 起料燕临竟置之不理 几道号令下去 没有丝毫恋战 竟直下令收兵回营 军中难免有人有所非议 然而盛绩在前 便是他们有非议 也无法阻挡燕临在军中忽然高涨起来的威信与声势 更不用说军中粮草调波早已经换上了吕险的人 对焰林乃是言听计从 其他人根本没有说话调遣的权利 粮草都没有 拿什么打仗 便你肚子里有一千一万的不满 也只好忍耐着咬牙咽进去 营中意识时还要对这位年轻的将领扶手铁耳 出战一场奇袭 快得犹如一场闪电 接下来的几日更将这种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不断出兵滋扰 却又不以大军强行压阵 只如老鹰捕食一般一点一点着实对方血肉 一次又一次的削弱对方力量 同时还在加紧敦促营中剩余兵力的整训 最疼的就是炖刀割肉 达达一方不过三次之后就已经看清了对方的意图 到的第四次时 王廷来兵增援 整整四万兵士齐聚边关 打算等大前一方的清奇故技重施再次来袭时 迎头痛击 让对方有来无悔 然而真等到这一日交战时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却是狂潮一般的五万大军 这五万人里 清奇兵只占了少数 更多的是重奇兵 重弩兵 重步兵 金戈铁马 坚不可摧 方一交战 便如同一辆庞大的黑铁战车 以碾压的威势 脚肉一般盖过达达的军阵 将他们精心的筹谋摧毁 达达一方简直不敢相信 那新州的将领王城领兵作战 何时这般厉害了 前后派了三波少探前去打挺 前两波都折戟沉沙 直到第三波人才侥幸带回了消息 新州军中 哪里还有什么王城 此次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节节败退的将领 姓燕铭临 丹字未回 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然道任 并且刀斩王城 用旧将领的鲜血完成了自己对兵权的控制 继而用最快的速度推进了今日这一场令人挡寒的战事 战事才不过进行了十日 达达一方已经深感吃不消 纵使颜达暴跳如雷 也无法以一己之力扭转 这一场从一开始就处于烈士的败局 在第十一日派去使臣 向燕铭送了和书 且言语之间还提及公主申怀有孕 将诞下两国血脉之事 则战事之不该 燕铭剑斩来使 将人头送回达达王帐 所谓狼子野心 非一日可磨灭 若要使心怀不轨之人不再作祟 光凭口舌与一指和书 实在不足为信 围断其爪牙 抽其筋骨 打得对方恨了 怕了 再无还手之力了 方能得一日安生 所以接下来 他照打不误 非但继续打 且打得比先前还狠 军中士气 都是打出来的 一路浴血 一路征战 气势如虹 简直一扫往日颓败之态 11月念二 大前大军是如黄龙 指导达达王廷 兵临城下 燕铭的战马亭在王帐前 三尺清风映照着他年轻的脸 只对着满地瑟瑟发抖的达达王族 说了一句话 燕某此来 只为迎公主海巢 呆迎回公主 我军自去 还请诸位不必惊慌 好一个只为迎公主海巢 听在打打耳中 简直像是笑着扇在他们脸上的巴掌 对方的大军可是从燕门关内一路杀过来 拔了他们的城池 杀了他们的兵士 甚至连倒服下去的王旗 都被沾了血的铁蹄践踏 一巴掌一巴掌拍肿了你的脸 再笑着捅你说 我们就想来接个人 真是好不举重若轻 好不冷酷嚣张 星号 边关战士如火如荼 兵起破竹之势 这样大的动静 消息自然不可能盖得住 就在燕林率军踏平达达王廷的这一日 边关的消息历经重重阻碍 终于还是在万般的惊慌中 抵达了京城 穿过紫禁重重宫门 到的皇帝寝殿 此时尚在长夜 铜露生生 紫檀香浓 萧叔睡得不深 服饰完沈郎用过五弹散后 虽也在龙踏上躺下 可外头稍微有些动静 他便醒了 宫里烧了地龙 暖哄哄的 他披了青沙式的薄衫起身 拂开华美的珠帘 远山带眉轻轻贫促着 于西年的明艳雍容之外 又多了几分宠非方能有的威仪 纵然此刻一副被揽神态 可六宫上下谁人不知他手段 见者无不低下头去 外头势力的是郑宝 王新义这些年来渐渐老了 许多事情便都交给了这个徒弟 手脚伶俐 心思细敏 也算得了王新义真传 深知皇帝喜好 事已慢慢也得了圣心 不过萧叔对这一起字阉人向来不大在乎 他怕吵着沈郎 走出来才问 外头什么事 郑宝宫申道 回禀娘娘 边关急报 萧叔斗得挑眉 急报 郑宝低声将外头来的消息一说 他整个人便面色一变 豁然回转身去 将龙踏上的沈郎唤醒 不出一刻 宫中急诏便传到各大臣府中 静夜中的京城 一时都是鸡鸣狗叫之声 富家大户 宫侯伯府 灯火通明 一顶顶关轿 一辆辆马车 从各个方向朝着宫中汇聚 沈郎甚至有些不相信自己听见了什么 燕林起兵了 那谢先生何在 传讯者战战兢兢 听人传 谢先生到的新周时 那贼子已然矫照掌控了兵权 派人将少师大人控制 严加看管 不过 不过 沈郎面上戾气一扶 不过什么 传讯并立刻使劲磕头 不过坊间也有传闻 说谢少师心怀不轨 到的新周后 竟帮助贼子整顿军务 也生了反心 放肆 沈郎服使五弹散已有近两年的时间 仙才一铁的药力正胜 正在造诣涌动之时 听得此言 只觉一股气血往脑门顶上冲 让他瞬间红了眼 抄起岸上的燕台便砸了下去 上好的端燕沉重极了 那传讯者被砸到脑门上 血流如注 痛得几乎要昏厥过去 却连擦都不敢擦一下 一个进而跪地求饶 不少接了急躁赶来的朝廷命官 见得这场面简直不敢踏入殿中 一个个全在殿外跪了下来 沈郎阴沉的声音带着雷霆般的圣怒 从阴暗的殿内滚了出来 国库未行 户部未动 自古三军作战 重在兵马粮草 便是他狼子野心 手握兵权 任何一场征战也要轻举国之力以备 他一时半刻 从何处去筹挫出足够的钱粮攻打打打 南部城户部的人都死了 能在镇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了 众臣都是出文边关乱了的消息 连头绪都没有整理清楚呢 本来所有人都觉得谢威去了 一切自然妥当 谁能想到 连这位当朝帝师 如今都有可能为虎作娼 说不准还是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 此刻听的皇帝质问 他们哪儿敢出声 大殿内外 一瞬间鸦雀无声 沈郎当真是越看越怒 恨不能一道命令下去 将这些酒囊饭袋都拖出去斩了 肖叔已经披上了工装 他尽力在边上看了许久 眼见众臣无有声息 眼底却不由寒光闪烁 考虑片刻后 竟轻声道 圣上 艳势贼子边关举兵 却先去攻打打打 此举颇有些奇异 不合常理 依贫切于剑 并非毫无转环的余地 至于兵马所需粮草一事 才是重中之重 沈郎声音冰冷 你倒有想法了 肖叔立刻跪幅在地 让自己表现出一种绝对顺从的姿态 然而说出来的话 却是罕见的清晰 若无粮草 则大军不行 若能查明贼子举兵之前粮 从何而来 断其根基 方能成釜底抽薪之计 贫切想起有一人 或恐之息一二 众臣都惊讶地看向他 连沈郎都不由一阵 谁 肖叔抬眸 断然道 锦衣卫副指挥使 周寅之 星号 从燕林率领大军进攻达达的那一日起 江雪宁便每日到城外去看上一遭 连日来闻的捷报频传 却久久未有神指一的消息 夜里经梦时便不免总是见到 上一世兵士护送回来的那具官果 那种煎熬的等待 就像是祈求命运的闸刀 不要落下 众活一世 他救了游方银 改变了燕林的遭遇 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命迹 如今为什么不能救回神指一呢 他有理由怀有足够的希望 日复一日 将那一只乘着当年故土的匣子打开 看过一遍又一遍 终于 前线传报的快马在一个雪后的月夜飞奔而来 满身疲惫却难掩兴奋的兵士越过大门 来到他屋前 用沙哑的嗓音向他抱传 宁二姑娘 传将军令 达达王庭已破 公主殿下安然无余 明尘将抵燕门关 请您往去相迎 那一刻 江雪宁豁然起身 险些打翻了那只匣子 边城楼角 月照银雪 通明如昼 谢威的车架静候在城门外 他人坐在车中 却不知为何解了万间那柄刀来细看 过了一会儿 才问他还没来吗 第213章公主海潮 江雪宁没想到谢威在等自己 他抱着那只匣子走出府门 看见外面 候着他的那辆车 还有旁侧立着的剑书时 几乎有种记忆 倒流回两年之前的错觉 呆得先开车帘入内 看见谢威 便越发恍惚起来 他正低头慢条丝里的整理衣袖上的医者 见他进来也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便道 走吧 神情寡淡 倒不似等了他许久 眉眼的边缘略挂着点淡淡的倦意 但并不明显 这并非是因为他不大倦累 只不过是因为习惯了 连自己都觉得无所谓 旁人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了 除了他坐在他床榻边的那不知是真还是梦的一晚 开战这一段时间来 江雪宁几乎没有再见过他 前方战线推进迅疾 后方若不能跟上便会脱节 吕显厉害归厉害 管的也不过就是前梁二字 且无官职在身 也不敢说有完全的眼界和权威 能将后方的事情料理妥当 谢威自然是要处处照应 甚至可以说 战线的后方远比前方要忙碌 江雪宁轻轻道了一声先生好 便安静坐到了谢威对面 他手里还抱着那匣子不松手 谢威抬眸看了一眼 道 此次迎回公主后 你心愿该了了 接着离开边关 准备去哪儿 江雪宁没想他会如此直白 然而一转念又觉实在正常 那晚吕显都听到了 谢威对他的打算有所了解也就不足为奇 何况他洞悉人心 倘若连他这么点小心思也看不穿 哪儿还配当什么当朝帝师 只是 他手指搭在木匣的边缘 垂眸道 不敢告诉先生 谢威道 这时候又肯说真话了 只不过我若不让你走 你又能逃到哪里去 江雪宁沉默下来不说话 谢威 看他这样子也觉得万般堵心 有那么一刻是想不管什么话都投给他骂过去 把他给骂清醒了 可又好怕 骂醒了他 他就义无反顾的跑去找张哲 马车出了城 朝着燕门关的方向驶去 当年神指一去和亲时 是暮色四合 如今他们去迎他还朝 则晨光细微 车内好一阵的沉默 谢威过了许久 又向他抱着的匣子看了一眼 想起当年那个气不成声 抱着膝盖哭的少女来 于是问 神指一何德何能 值得你为他这般倾尽所有 赴汤蹈火 这言语间未免有些讽刺 江雪宁只觉被这话扎了一下 抬眸望向他 瞳孔里多了几分冷淡 直到 殿下对我很好 前世他对神指一的印象 着实算不上好 可这一世 他不过是在清远伯府的重阳宴上 为他描摹了一半英粉 说了那样再明显不过的一句讨好的话 竟就真的被他以诚相待 凤尘殿里读书 他就是他的靠山 明知道他秉性也不好 可相信喜欢之后 就纵容他 庇佑他 无论旁人怎样诋毁他 神指一从史智中都没有怀疑过 原先怎样对他 后来便怎样对他 可这样好的一个人 却因为他公主的身份 在波云诡诀的宫廷里臣服 竟不得不背井离乡 远赴达达和亲 接受身不由己的未卜命运 江雪宁忘不了两年前 几乎已经被软禁的神指一 在明凤宫中为自己庆贺生辰 还有紫叶时分 那碗由工人悄悄端来的长寿面 只记得哭了好厉害的一场 面汤里都是眼泪珠子掉下去的咸语色 到底好吃不好吃 反倒没有多少深刻的印象了 江雪宁眨了眨眼 慢慢道 殿下这样的人 先生做不了 我也做不了 他这话说得很认真 然而谢威只冷冷扯开唇角 身陷淋雨 受人撤肘 为人刀阻之下的鱼肉 这样的人 谢某的确做不了 江雪宁被噎得无话可说 索性不说了 随着外头天色渐渐放量 修建在两山要恶处的燕门关 终于渐渐进了 关外的风沙 将附近一片片夯土的城墙 吹刮出无数沧桑的痕迹 城门楼上高插着飘飞的惊奇 更有围城随着山势连绵蜿蜒 其外修筑着三道大石墙与二十余道小石墙 几乎将整座关城围成一座坚固的堡垒 关内是中原沃土 关外是荒野风沙 神指依还记得自己一路从京城远到出关时 所见到的种种景象 雾后变迁 从繁华到荒凉 那时车过燕门 他回头看 灰白发黄的城墙 在暮沉沉的黄昏里染了血似的 有一种七雁的壮美 向着未知的前路望去 则是落日沉默 空阔的荒野上风生乌叶 一条蜿蜒模糊的道路一直往前伸展而去 却仿佛连接到天边 永无尽头似的 两年的艰苦磨难 他没想过 自己竟有活着回来的一天 年少时的玩伴 已经成为统裕三军的将帅 此刻便在车架的前方 骑在一匹乌提骏马的背上 渐渐明亮的天光都落在他的肩上 神指一指觉出了一种物是人非 甚至满心苍凉 并无太多喜悦 他隆起的腹部 昭示着他即将为人的母的事实 也不免使他忧心自己很快就要面临的窘境 这一切在马车靠近燕门时 都渐渐变得清晰 此时此刻 官城内外 所有兵士早已列阵 城墙上下 盔甲整齐 一张张面容之上 或许还带着血迹未干的伤痕 可无论他们是青年还是少壮 无不朝着西北荒野的方向而立 也不知是谁先远远看见了 这一道蜿蜒如长龙的队伍 还有队伍前往的帅棋 顿时高声大叫起来 燕将军的帅棋 是燕将军的帅棋 公主回来了 公主殿下回来了 那一刻 江雪宁浑身一震 他到的燕门关后 便随着谢威登上了高高的城墙远眺 可东面升起的朝阳 光芒赤裂 却不免使他不大能睁开眼 看得不很清晰 直到那长长的车队 终于走过了江雪宁视线里那几点闪耀的光斑 他才终于真真正正的看了个清楚 是队伍当中那辆摇晃着曼仗的车架 殿下 他心跳陡然剧烈 竟然想也不想 拎了裙脚 便如一只震翅的鸟儿似的 一下转过身 从谢威身旁跑开 顺着城楼上那陡峭的台阶就朝着下方奔去 谢威下一时伸手 却只碰着了他的衣角 紧断绣袍滑如流风 在他指尖留下些许良意 在抬眼时 人已经在城楼下 瓜面风寒 江雪宁跟感知不到似的 竟只从城楼下无数助力的将士阵中跑过去 周遭人不免都用吃惊的目光望着他 他却还一路穿过了大开的城门 朝着那渐渐向燕门关而来的队伍而去 朝着队伍中那最特殊的车架而去 仍旧大声喊 殿下 神指依冷记的心 秃得未知一斗 那隐约带着点熟悉的声音 逆着风传了过来 他一下起身来 豁然将前面垂落的车帘掀开 那个当初抬手便在自己面颊上描了一笔的姑娘 那个仗着他撑腰在羊指斋为所欲为的姑娘 那个御花园里拽着他袖子说要带他逃的姑娘 就这样从那座被封杀侵蚀已久的城门楼内奔了出来 带着一种久违的 赤裂的鲜活 闯入他的视线 他怀疑自己是在梦中 瞬间自眼底涌出的潮热 几乎将他冷寒的心 填得满满的 什么都变了 那个江雪宁没有变 队伍停了下来 燕琳静默勒马 江雪宁终于来到车架前 本是脚步急促 可真的近了时 抬眼望见立在车缘上的神指衣 旧年华美的宫装穿在他身上 竟显得有些大了 在风中飘飘摇摇像叶纸般晃荡 于是一种骤来的创燃 忽然将他击中 他脚步停住 明艳的眸底也闪烁了泪光 然而下一刻 天又带着点固执的弯唇 那只木匣紧紧挨在心口 在朝阳铺满的光辉里 在边塞急吹的裂风中 江雪宁在车缘下屈膝半跪 却高高捧起那只木匣 宁望着助力的公主 明媚的笑起来 殿下 您的故土 故国 还有故都 待得他日 燕林律大前铁蹄踏破燕门 带着这头故土 来迎我 还于故国 归于故都 神指一都快忘了 自己为了骗他安心 还曾许下过这般的豪言壮语 与他有过这样的承诺约定 可他竟未当作玩笑 含在眼底已久的泪 终是在从他手中接过来 打开那只木匣的时候 滚落下来 他弯身紧紧的将这年少时的半毒拥住 堵住的喉咙却变得尖色无比 发不出半点声音 关外旷野无银 燕门关内外大军如潮 却都在这一刻浮身 向着车架上那一位他们并不大能看清的美丽公主败道 其声高呼 恭迎殿下海潮 那声音会做了浪潮 卷入高空 又化作洪涛 在人耳边阵响 风声烈烈 惊奇迷惘 在苍茫的边塞昭张 谢居安却高立于城墙之上 未动一步 他像是一座耸至的山岳峭壁 不因人间的悲喜而改 只这样冷冰冰的俯视离合的尘世 然后勾出一抹带着些淡淡利器的笑 神指一的目光越过虚空 不欺然地落到了那城楼之上 竟然正与他远目而来的视线撞上 是旧日那位奉尘殿讲学的先生 然而这一刻 他心中竟未生出多少久违的亲切与熟人 只有一股冰沁沁的含义进入骨髓 同时生起的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莫大讽刺与悲哀 他到底是在宫里长大的 这些年在达达也不是毫无成长 早在燕林率军踏破达达王庭之时 他就已经察觉出了一二异常 问燕林 燕林也不说 直到此刻 他在边关看见本部该出现的江雪宁 看见本部该出现的谢居安 神指一将江雪宁搂得更紧 红着眼 耿着声的笑 傻宁宁 第214章杯酒 江雪宁也不明白怎么忽然说自己傻了 他抬起头来看神指一 只是没料想 正自这时候 那紧挨着他肩膀的身躯 竟然晃了一晃 接着便压在了他的身上 引得他惊呼一声 殿下 连日来的紧绷解除 疲乏涌上 神指衣服中忽然出现了几分隐隐的阵痛 冷汗一下从他额头上冒了出来 他眉头锁紧 眼前渐渐发黑 竟然连更多的话都没说出一句 变昏了过去 周围人顿时一片惊慌 连燕林都立刻翻身下马 江雪宁只觉得一颗心为之一尘 眼见着有些许的血迹在神指衣裙摆上晕开 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升腾而上 他慌了神 叫喊起来 大夫 快 传大夫 星号 神指衣本就身怀有孕 在达达时因为大前长公主的身份举步维艰 内里忍耐了多少苦楚 只有自己清楚 更何况战起后 达达王严达对其颇有催逼 一则惦念故国 二则忧心战事 心念几乎已经崩到了极致 到了燕门关 得见故人 情绪更是大起大福 岂有不出事的道理 这一下昏倒 竟是早产之相 燕林几乎立刻传令全军去找接生的吻婆 可燕门关本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修建 平日里驻守的都是将士兵族 眼下又是战士 大男人一抓一大把 女人却是瞧不见多少 更别说是为人接生的吻婆了 还好有些随军医治伤兵的大夫 这些大夫平时基本都是在关内开设医馆为人看病的 花费了好一番功夫 总算问到几个曾为孕妇安过胎 接过生 于是赶紧请了过来 所有人几乎都在院子里等 江雪宁更是面无人色 上一世神指一是在达达就遭遇了不测 那个身具大钱 达达两足血脉的孩子自然是没能保住 所以他竟有些不敢去想 这一世究竟会是什么结果 明明人都已经救回来了 倘若 倘若因为这个孩子 他立在门帘外 听着里面嘈杂的声音 只觉手指间都是冰冷的 而神指一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哭叫 更使他心乱如麻 几乎是从早上折磨到下午 经验不够丰富的大夫们 几乎都要放弃了 可就在昏沉沉的暮色终于降临的时刻 房内忽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虽然不够嘹亮 不够有力 像是虚弱的小猫叫声似的 那到底响了起来 这些个大夫险些热泪盈眶 跌跌撞撞跑出来说 男孩儿 是个男孩儿 长公主殿下平安无恙 所有人这才彻底的松了一口气 江雪宁将历了一天 几乎立刻跌坐在地 过了好一会儿 才扶着旁边燕林帝过来的手 用力站起身来 掀开门帘进了屋 毕竟是边关荒凉地 这屋子也简陋的只有桌椅床踏 神指一便仰躺在踏上 婢女眼底含着泪 将那不足悦的婴孩儿抱了给她看 她只伸出自己虚弱无力的手指 轻轻从婴孩儿的脸颊上俯过 然后看见了江雪宁 嘶哑着嗓音唤了一声 宁宁 江雪宁泪如雨下 不敢想 神指一这样锦衣玉时 天皇贵胄的出身 在达达到底尽受了怎样的苦楚与屈辱 可偏偏在方才目光转向那婴孩儿时 竟是无限的温柔 她走到床榻边 恭喜殿下 她也平平安安呢 墙宝中的婴孩儿 还没人巴掌大的脸红红的 还发皱 比一般足月出生的婴孩儿看着小了很多 头顶上还有这湿润的胎发 两只眼睛都闭得紧紧的 发出点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嘟囊 神指一实在没了力气 抚着孩子面颊的手指也垂落下来 看向江雪宁 竟然道 这么久 我都没有想到 要给她起什么名字 我倒想是个贴心的女孩儿 没想是个男孩儿 宁宁 帮我替她起个名字吧 江雪宁顿时一正 过了好半晌 才道 家字如何 望她往后快快乐乐 渐渐康康的长大 神指一轻轻念了一遍 眨了眨眼 便微微笑起来 那边随我姓 往后叫沈家吧 虽她姓沈 江雪宁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心内竟涌上一片酸涩 可她万不敢露出半分悲涩 反而还跟着笑 道 沈家 沈家 念念还挺好听的 星号 既已接回了神指一 边关战事便已告一段落 达达在这连日的战事中受创严重 每个三五年恢复不了元气 燕林 谢威自不至于对普通百姓做出屠城这种事来 且中原文化与达达并不相通 即便是占了城池 治理也要花费一番心思 且还会有无穷的后患 所以虽已指导王庭 大军还是在随后一个月里分批撤出 达达自然也向新州献来了和书 消息传至关内 更是一片欢腾 江雪宁因为神指一产后虚弱 在燕门关陪着待了有一个月 眼见着她身子渐渐好起来 才敢在腊月念二启程返回新州 路途之上也不敢太过颠簸 所以原本不长的一段路 也走了有两三天 公主还朝的消息 当然也早已经传到了新州 百姓们先少见到皇室的贵人 又是大军胜利班师的时候 一得闻消息 纷纷出来瞻仰公主天荣 一关凯旋风姿 将街道内外堵了个水泄不通 中午入城 傍晚才进将军府 府里早已经准备好了 干净舒适的房间 另有些更厉害的大夫 来为神指一和诞下上不足一月的 婴孩儿请平安麦 还开了一些温补调养的方子 如此一番折腾 竟就抵尽了年关 往年滋扰不休的达达 被新掌兵权的将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连王廷都没保住 当年为国和亲去的乐阳掌公主神指一也安然救回 甚至还平安诞下一子 边关百姓欢心鼓舞 军营内外意气风发 上下一同请命 各家出力 在城里大百流水宴席 一则愁想凯旋班师 二则恭迎殿下海巢 三则住院婴孩满月 四则喜庆除夕新年 大年三十的晚上 将军府里 自然也免不了一片张灯劫彩 神指一身子养得好了些 这些天已经能下的在院子里走动 江雪宁亲自为他描摹了妆容 也到的宴会厅中 谢威 燕林 吕显 游芳寅等人聚在 甚至连前阵子在后方押送另一批粮草来的晚一些的 认为制也已经列在席间 其中更有军中将领 管弦幽灵 场面热闹非凡 一扫编成往日的荒季 竟有点火树银花 公愁交错的繁华 让人觉着仿佛又回到了京城 我这辈子就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 要粮有粮 要钱有钱 别说是打一个月 就是再打上十年 老子也不怂 是啊 哪回这么舒坦过 以往是末将小看燕将军了 如今可真是英雄出少年 老了 老了 走走走 去敬燕将军一杯 席间有些人酒喝得上了脸 相互搀扶着 从座中起身 就端着酒盏来找燕林 要敬他酒喝 今夜的燕林 已经换下了沉重的盔甲 只穿一身深黑的禁装 宽肩窄腰 行指尖不知瘾的周围 多少幽灵酒必频频向他望来 秋波暗颂 美目传情 只是他都跟看不见似的 眼见众人朝他来 虽然起了身 却没端酒 直到 诸位将军容量 燕某不饮酒 怕要却诸位胜意了 众人顿时一愣 其中年纪大些 留了把洛塞湖的将领 更是伸出手来便搭上他肩膀 大胆咧咧地道 将军这样的英雄 怎么能不喝酒 男子汉大丈夫 当醉就要醉 大家伙儿都喝得这么高兴 您低酒不沾 这像个什么话 来人哪 为咱们燕将军端酒来 边上立刻有人应了声 今日毕竟是全城摆的流水席 军民同乐 打成一片 将军府里原本的人手 自然不足以应对这许多事 所以新州城里有些酒楼的小二 甚至掌柜都来帮忙 边城民风开放 甚至有些想要寻觅一桩好姻缘的妙龄女子都来了 毕竟若能在军中相中个好男儿 可不也是一门好亲事 那英生的便是个穿着红衣的漂亮姑娘 为着今日还仔细描摹过了妆容 在眉心贴了金色的花垫 仔细分辨眼角眉梢 还有点妩媚之意 不知多少人的目光都落在她身上 她正在席间为人针灸 听见人唤 便拎着酒壶转过身来 燕林倒霉怎么注意 仍旧说自己的确不饮酒 那姑娘目光向她身上一晃 两颊净晕红些许 隐约有些羞涩之意 在这般热闹的场合看着 更增添了几分动人姿态 她反身江岸上空着的酒盏针上 再将酒奉给燕林 燕林轻轻蹙了眉 没有伸手去接 只对那些个起哄的将领道 你们几个喝得有些多了 江雪宁便是这时候扶着神旨衣进来的 一看见这热闹的场面 她不免笑起来 对燕林道 战场上一番生死作战 命都交过了 一斩酒又算什么 几位将军也是一番诚意 你倒不如顺从地喝了 燕林转眸 突然静默地望向她 她心头跳了一下 进一倒流 终于想到了什么 有些正冲起来 那些个将领见着忽然有这样翘生生的姑娘进来 便想起前些日里传闻的宁二姑娘 又听她对燕林说话这般熟人 便都跟着笑起来 是啊 宁二姑娘都说了 燕将军就算不看我们的薄面 总要看一下姑娘的面子嘛 来 我们敬您一杯 燕林只道 我不喝酒 那洛塞湖将军不免那了闷 您这又不是七老八十 有什么不能喝的 燕林收回了望着江雪宁的目光 似乎有些不快 搭下眼帘道 怕吓着人 江雪宁心底竟有些隐痛 她却跟没说什么似的 道 诸位将军的好意 在下心领了 不过好酒还是留带诸位喝吧 领兵打仗的大多都是大老粗 哪儿有这样被人服面子的时候 何况燕林的年纪还不大 莫名其妙不喝酒 着实令人有些不快 还好这时候谢威同侣 险在外面说完了话 走进来 江雪宁瞧见 辩解为道 谢先生也来了 这回燕将军前线作战固然鞠躬至尾 可若无粮草资重的迅速补给 这一战也断断不能打得如此痛快 不如大家一道敬先生一杯吧 谢威停步 看向他 他虽不直接插手军务 可这新州城里谁不知他地位 且他话少 又是京中来的高位文官 这些个大老粗武将同他相处 总觉得不如与燕林说话自在 颇有几分拘束之感 偶尔为他平静的目光扫及时 甚至会有些莫名发出 江雪宁此言一出 众人玩笑之色也收敛了 顿时是连声道士 转而端起酒盏来敬谢威 谢威没说话 江雪宁瞥见他两手空空 往边上一瞧 便看见那原先端了酒要给燕林的姑娘 于是顺手便将那酒盏从他手中取了 转而想递给谢威 原本只是想为燕林解围 然而在他抬眸触到他目光时 心底竟生出一种难言的复杂来 无论如何 今次边君能指导达达王庭 救出公主 他第一个该谢的人 便是谢威 执着酒盏的手 略微一停 江雪宁到底还是双手奉斩 微微垂手 道 先生请 穷将雨盏中轻轻摇晃 谢威看了酒盏一眼 又看他一眼 才将酒盏接了过来 指尖不免轻轻碰着他指尖 他手指向是被什么烫了似的 往回缩了一缩 众将领这时便齐声道 莫将等尽少师大人一杯 谢威也不说话 清杯将酒饮尽 周遭顿时一片叫好之声 欢声笑语 他也没流露出多少高兴的神态 随手将空了的杯盏往边上一递 就有眼尖的侍者将杯盏收去退走 众人重新入席 江雪宁也松了一口气 谁也没注意到 边上那名先前未宴临珍酒的红衣姑娘 在瞧见那盏酒杯谢威引进时 面上变白了几分 竟露出几分不安又懊恼的神情 趁着众人没注意 咬了咬唇 悄悄混入热闹的人群中 不见了影踪 江雪宁扶了神指一坐下 自己也坐在了旁边 任位置和尤方银正低头凑在边上说话 吕显落座时无意瞧见 也不知怎的便心理隔音 索性转过眼眸来不看 要同谢威燕临说话 只不过 他话还没出口 外头剑书竟然快步走了进来 附在谢威耳旁说了什么 谢威神情微有变化 他侧转头 竟朝着花厅门口的方向看去 这时只听得一声拉长的奏报 在将军府门前响起 锦衣卫副指挥时周吟之大人道 宴席之上骤然安静 江雪宁更是抖得抬眉 惊诧之余 立刻皱起了眉头 不一会儿 一身身蓝便服的周吟之便从中庭穿过 到的厅前 笑着躬身道 周吟之奉旨前来 公主边关攻打达达大劫 见过长公主殿下 见过少师大人 第215章史误 两年不见 原本的锦衣卫千户 已经摇身一变 成了锦衣卫副兜指挥使 近些年来 江雪宁虽然远离京城 可有关锦衣卫的传闻 却还是听说过一二的 竟与上一世没什么区别 皇帝的兵刃 权贵的走狗 手段狠辣 雷厉风行 不同的是 上一世他的靠山是江雪宁 这一世却似乎换了人 深蓝的锦断长服上 刺绣着暗色的锐瘦云雷纹 不大看得出来力 但腰间配着的那柄秀春刀 已经很昭然地显示了他的身份 这些年来位置高了 人看着也越发沉稳 已然有了点大权在握的威势 只是到的厅中时 却是魂无半分的巨傲 将谦逊和恭喜的姿态摆了个组 江雪宁听见他名字时已悚然暗惊 此刻亲眼见得此人入的厅中 更是心底一计 然而厅堂里就这么大点地方 周寅之若是从京城一路赶来 进了新州听得一些风言风语 也该猜着他在这里 避却是避不开的 倒不如坦然一些 谢威 吕显等人骤然见了这不速之客 自知己方不是什么为了家国天下攻打打打 竟莫里各怀心思 其余将领对自己无意间参与了谋逆欺君之事 却是半分也不知晓 还当朝廷专门派钦差前来 是圣上那边得了攻打打打打大劫消息 要来犒赏他们 是以非但不惊讶 反而满是惊喜 态度显得尤为热络 周寅之这人 边关将领未必实得 谢威 燕林并将雪宁等一干人等却都是实得的 有片刻无人说话 神指一高坐上手 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 张口欲言 可看了旁侧谢威一眼 傅又合上了嘴 场中气氛净显得有些微妙 末了还是谢威先笑一声 道 周指挥时刻起 远道从京城而来 道正好赶上庆功宴 来人 请周大人入座 众人于是与周寅之寒暄起来 江雪宁也在座中 且因为就坐在神指衣身旁 位置颇为显眼 周寅之与燕临到过礼后 几乎一眼就看见了他 也不知是真是假 微微正了一正 竟也向他道 没想到二姑娘竟也在此地 两年不见了 上一世 周寅之是他养的一条狗 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为了往上爬可以用尽一切手段 燕是超家 便有他三分力气 后来几义其主 又攀附上了他 转而搭上了审介 专为朝廷干那些 必须要做又不大好听的事情 若说能力 绝对不差 只可惜 在他与萧叔的争斗之中 这条狗反过来咬了他一口 使得他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耿迁累了张哲 这一世 温劫于腹中的孩子宝珠 顺利诞下了皇子 沈郎也并未神秘暴毙 所以沈介还是林姿王 并没有被立为皇太帝 更没有登上皇位 周寅之所效命之人 自然地换成了如今在位的沈郎 而沈郎性情因物 正物平庸 倒好摆弄帝王权衡心术 可以说比起前世后来登基的沈介 天然的要更信赖 更器重这个什么脏活儿都能干的心腹利刃 江雪宁已经离京两年 本就不希望京城里的人注意到自己行踪 所以几乎于那边断了往来 连江府那边也懒得烧回几封信去 这样的他 于周寅之的仕途自然再无注意 早些时候还听闻他时常会去江府走动 后来越北皇帝弃重 在锦衣卫里赌掌大权 江伯有小小一个护布式侍郎 见了他还得放尊重些 便渐渐不曾听说有什么走动了 对此人 他心中始终是存着戒备与警惕的 即便曾用他暗中提醒雁林 整治清远伯府甚至救出游方淫 可从不敢全然的信任 此时已是两年未见 身份输役 江雪宁自然不会蠢的还以往日的态度相呆 只是回忆既不显得热络也不显得冷淡的一笑 两年不见 恭喜周大人清云平步 高声许多 一圈人都见过了礼 这才真正落座 周寅之字尘是边关捷报传回京城 圣心大喜 龙颜大悦 特命他亲来嘉奖 已是恩宠 还说什么勇义侯府终于又能重回京城 谢少师后方筹谋毅力有大功 完全一副不知道真相的模样 好像雁林不是擅自离开了流洗之地 好像他夺得兵权不是矫诏而真是皇帝的旨意 就连皇室原本对神旨一不闻不问 见死不救的态度 都仿佛从来不存在 一切都是雷霆与路 天恩浩荡 要知道明面以燕林为首 暗中以谢威为首的这一干人等 实打实干的是谋反勾当 周寅之坐下来却和他们谈笑风生 这份胆气 就是谢威也得赞叹一声 只不过比起旁人深觉精益诡决的不安 他却有一种出奇的镇定与平静 毕竟仗打完之后 朝廷的态度本就在他意料之中 江雪凝出时也不免惊疑不定 呆静下来仔细一想 也就明白了其中官窍 边关之战已经尘埃落定 有了定局 打打狼子野心 既对神旨一生了杀心 来年必定进犯大前 如今一战获胜举国上下 一片沸腾 袁永义侯府是紫燕林以戴罪之身执掌兵权 救回公主 踏平达达 更是名扬万里 百姓称颂 连皇帝都得了许多赞誉 反观朝廷 天教作乱 暗中窥伺 可称得上是危机四伏 沈郎自然知道边关这帮人是欺君谋逆 可揭破这事实 对他全无好处 一则不免自己证实了皇家冷血的传闻 有微笑替的圣人教会 失了民心 二则边关屯兵十万 真要治罪 只会到逼眼林即刻谋反 朝廷外患未除 又岂能为自己增添内忧 倒不如虚于尾蛇 顺水推舟 既然你等谋逆反贼 敢自称是领了圣旨 我这当皇帝的便敢真当自己发过这一道圣旨 将假作真 反而能得民心 缓和局面 甚至还能派各周寅之来边关邀买人心 有了皇帝的关注 高官后路在望 谁愿意冒着杀头的风险去谋反呢 江雪宁想到这里 台谋在看作中人 宫愁交错 言笑艳艳 可哪个不是揣着明白装着糊涂 于是呼绝一股寒气到躺上来 他也不插话 只听着众人讲 周寅之这两年来越发长袖上舞 不但能与谢威 燕林等人谈笑 甚至连边上坐着的游方银和认为志都注意到了 还笑着说 当年狱中一别 便再未见过游姑娘了 现在嫁得一桩好姻缘 也富甲一方 实在是神仙眷侣了 认为志与周寅之不熟 游方银当年苦于优越的折磨 还真是得过周寅之招福的 连当年学算账的算盘都是周寅之使人帮忙找来的 他是继恩的人 倒是诚心感激 多赖周大人当年费心招福 只是威贱商骨末流 未得机会一表谢意 这一杯 便敬周大人了 他当真端了一杯酒来敬 众人大多不知他们有何顾就 但看周寅之连游方银都认识 不免又高看了几分 江雪宁却不知为何生出些不安 周寅之从京城来 神指一则是在达达两年 路途遥远 几乎已经对宫里的状况一无所知 席间不免问起 周寅之也一一叙说 江雪宁这才知道京城里又有许多变化 那些故人们 也各有遭逢 江雪惠嫁给沈介做了侧妃 自是端庄贤淑帮着 达理林姿王府里诸般述物 初时还挺得沈介偏爱 而芳妙虽然是正妃 与其相比却不免算是小门小户出身 又一身神棍作派 与沈介性情不大相投 三天两头半嘴吵架 把堂堂林姿王妻的蹊跷生烟 经理都以为这王府后院该是江雪惠的了 岂料这般折腾有一年 原本偏宠的恋爱渐渐寡淡无味 反倒是那时不时炒上一嘴的月发可人 妙趣横生 渐渐琴瑟和谐 如交四期起来 周寅之刚从京中动身出发时 芳妙有喜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宫中 多少让久居慈宁宫已经失势的太后高兴了一些 略斩愁美 至于往日杨纸斋中的半读 也大多有了去处 除雀窑西风在家中不幸妖王之外 那刁钻跋扈扈的尤月也许配了一颗的近视 只是对方进了汉林院也没多高的官职 更不受重视 庸庸碌碌 那总爱吃还喜好下棋的小姑娘周宝英 却是觅得了如意郎君 与燕临往日在京中的玩伴严平王定了亲 听说是情投意合的 比较奇的是那姚荣荣 竟然进了宫 皇帝酒后一夜宠幸 运气极好 怀了身孕 经由萧叔举拔 封了个才人 住在他中翠宫偏殿 神旨依久不曾听闻伙伴消息 如今之息 不免生出几分物是人非之感 听得萧叔名字时 唇边更浮出一分冷笑 他在宫中长大 怎能品不出萧叔将姚荣荣放在自己宫中的深意和野心 只是已经不屑再问 反而抬谋道 当年奉陈殿半读 回想起来倒是难得的韶光正好 如今大家都有了去处 不过 粉笛没有淑仪消息 陈淑仪是内阁大学市陈云进的掌上明珠 按年岁略略一算 也早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周寅之文言 端着酒杯 道似有些愁躇 没开口 这不免更使人好奇 只是边上屡显一声笑 却是轻而易举道破其中的官窍 甚至有那么点半真半假的调侃 周大人如今乃是锦衣卫副指挥时 满京城有什么消息是他不知道的 只是事关自己终身大事 怕不好意思细说 殿下有所不知 早在今年九月 周大人与陈阁老千金的亲事就已经定下 只等着年后完婚了 啊 座中顿时一片惊叹一声 神指一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连江雪宁都愣住了 其余人等却是迅速反应过来 连连大笑着给周寅之敬酒 恭祝他来年就有如此好事 当真是先立业 后成家 报得美人归了 宴席之上更为热闹 大多数人的目光都已经投落在周寅之的身上 显然觉得这位锦衣卫副指挥时 自己有本事不说 还有这样厉害的岳家支持 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都是说好话的说好话 趁此机会上来结交 这种时候 却没人注意到谢威 他执着久斩的修长手指 不知何时已经微微颤动起来 一股异样的感觉自下游走而上 渐渐变得明显而强烈 使得他正今微作的身体绷得紧了一些 周遭还无人看出不妥 他瞳孔冷缩 今日宴席上所发生过的种种迅速从脑海掠过 又抬起头来扫事周遭 在席间添酒的那些是从婢女身上划过 捏着酒斩的手指用力 却悄无声息放下了 然后侧转头 先换刀琴来吩咐一句 眼底已有肃杀之意 刀琴不免惊议 领命而去 接着才换来剑书 又做一番交代 剑书更是一正 反映了片刻 方意识到什么 向他端着的酒盏看了一眼 低声道是 连忙从厅中出来 让人去准备沐浴的冷水 谢威则随后从厅中走了出去 只有坐得近的燕林吕显等人瞧见 但他们也只当他是有什么事 出去处理 或是酒意微醺 出去吹吹风 一会儿便回来 并未太过在意 这一夜本是庆功宴 又逢除夕 是难得高兴的好日子 百姓们各有心意献上 到的亥时末 便有热腾腾的面端了上来 关中不产道米 所以山西民间多用面食 城里有家面馆远近闻名 老板做得一手上好的龙须面 今日就在后厨里帮忙 特意使了自己拿手绝活儿 为众人下了一碗好面 请了养掌公主神旨一一尝新洲风物 那面用白瓷碗装 飘在点了少许油的清汤里 当真是细如司律般的一挂 边上还服了少许配的绿菜叶 又添了两勺精选 七分瘦三分肥的猪肉 碎炒的肉骚子 才端上来 便叫人闻见香气 神旨一知道是百姓们一番心意 特地起身来端过相谢 江雪宁也有一碗 拿筷子挑起一醋来吃的一口 又喝一口面汤 竟吃出了少有的鲜香 只是他到底被谢居安养刁了嘴 没有绝出十分的惊喜 不过转头见神旨一安然坐在自己身边 竟有种难言的平静 上一世罹难的那些人 这一世都好好的 他不由微微弯唇 凑至神旨一耳畔 悄悄压低了声音 不无俏皮地道 这面一般 我生辰那碗殿下派人送来的面 更好吃些 神旨一闻言 侧转头来 目中却浮出了几分迷惑 面 什么面 江雪宁忽然愣住了 执着筷子的手指僵硬 他抬起头来 注视着神旨一 面上鲜活的神态都有隐约的凝制 神旨一被他吓着了 宁宁 江雪宁如在梦中 一语般道 两年前 我生辰那碗 从明凤宫离开后 殿下不是派了人来 特为我送了一碗长寿面吗 神旨一诧异 怎会 他道 那碗你同方妙能喝 我喝了没一会儿便醉了 第二天才醒呢 且宫里御膳房一过害时便使唤不动了 做不出什么长寿面来的 你莫不是记错了 莫不是记错了 这一瞬间 江雪宁心底有一种空旷的茫然 继而便是抽丝剥茧后渐渐清晰的慌乱 他也没分辨出自己乱糟糟的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 下一时往席间某个方向看去 那位置空了 不知何时 谢居安已离了席 不见影踪 再做一次 后来 我一个人 说给你把画面放久了 这一年 来 打败的